哎呀雷哥 这么着急找我来 什么事啊 是不是又有什么赚钱的好项目 沐阳 大哥这么些年对你怎么样 那肯定是没得说 当初要不是你雷哥 把我从那个小破工厂带出来 我还搁上打螺丝呢 也还不上啊 这欠了十年三十万的外账 这不 现在咱有钱了 买了车买了房 雷哥 这份情兄弟会记一辈子 你是我这辈子最好的哥哥 那行 沐阳 那我就直说了 我现在公司呢 最近恋出了点问题 你看你方不方便先借我点 我可以给你打签条 雷哥 你跟我开玩笑了吧 以你现在的身价 你需要跟我借钱 沐阳 你也不是外人 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 我这个公司呢 快倒闭了 你看 你能不能看在这么多 王总 你没搞错吧 你跟我借钱 不好意思啊 没有 我现在还有事先走了 沐阳 你之前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没少帮你吧 我现在公司出现了问题 我想让你帮帮我 你刚才也不是这么说的呀 你不是说我是你最好的大哥吗 王磊 你脑子进水了吧 你现在都没想 谁拿你当哥哥呀 你呀 还是现实一点 你现在对我 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 你知道吗 我看呢 咱俩以后也别联系了 沐阳 咱能不把这个话 说得太绝了吗 你先先先 少过扯这些 我就算是要饭 也要不到你家门口 喂 李秘书 你现在来帮我睡着 王总 您找我呀 这样 你去把咱们和沐总的 所有合作 全部都取消 啊 王总 这沐总 不是您最好的朋友吗 朋友 这人哪 穷在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 不信你看那雁中酒 卑卑先进富贵人 人性这东西 最近不起考验了 千万不要把一时的朋友 当做是你永远的朋友 不然 你会后悔的 王总 我明白了 您说的对 行 去安排吧 好的 王总 我这就去安排 家人们 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 如果觉得我说的对了 请给我点个小红星 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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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 来